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你今天怎麼那麼晚來啊 真的好趕喔 我跟你講我今天本來很早出門的 你知道嗎 結果我一下到我家樓下 發現了 蟲蟲人群把我家樓下圍滿了 那該你什麼事 不對 我通話接趙宥婷耶 我們家發生什麼事 我當然要來關心啊 那該你什麼事 不是啊 我就撥開了蟲蟲人群嘛 我就進去一看 突然 碰一聲 Oh my God 我趕快抱頭蹲在地上起來一看 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嗎 怎麼了 怎麼了 在捧蜜蜂啊 你為了捧蜜蜂 然後晚來露營 不是 因為我要 合理嗎 我要花 合理嗎 合理嗎 我要花生還有巧克力口味的 所以我就在那邊等嘛 不是啊 路邊有人在圍觀你不會去看嗎 就是有你這種人啊 很多人在路邊看 一直看上面 我們想說上面是不是有飛碟啊 結果沒有上面有一個女孩子沒穿衣服 那當然要看啊 對不對 你不要亂說啦 今天就是要來講啊 台灣人到底有多愛湊熱鬧 不只台灣人 外國人可能也愛湊熱鬧 外國人很愛湊熱鬧 有 對 他們很愛湊熱鬧 很愛湊熱鬧 我們今天要好好來談一下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哪裡人多熱鬧就往哪裡鑽 根本是好奇寶寶來投胎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好 好 當然對面呢 吃飽撐著沒事幹 不甘寂寞 到處湊熱鬧 其實是在找麻煩 對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歡迎 聯合國行男歡迎 你是那種 又有風吹草動 就會不顧一切 跑去湊熱鬧的人嗎 今天就來好好檢視各國行男們 到底哪一個國家的人 最愛圍觀湊熱鬧呢 我的信用在宗教東路上就是這樣 我就這樣子站在那邊 然後我就這樣抬頭 其實我也沒在看什麼 我只想做一個實驗 然後我就站在那邊抬頭 後來後面就來了十個 十一個人吧 就跟著我在看 跟著妳一起在看 對 天啊 然後而且他們就把手機拿出來 可是根本沒東西 你看到沒有 愛湊熱鬧 這就是人類的心態 真的 對不對 所以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來集合來到現場呢 因為他們都去了 超級總動員 有 聯合國行男人 你太力氣了吧 你們相信好人這樣還需要 趕快來 趕快來臭熱鬧好不好 來 每個禮拜天的下午五點 你來炒老雷 天啊 為什麼你在罵髒話的感覺 我還應該說 炒老雷 我們是全新一季超級總動員 六月三號開始 王牌對決 這次的賽制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樣 對 更不公平了是不是 我覺得更難了 更難 而且我們這次有分週冠軍跟月冠軍 對 週冠軍的話獎學金就是八千元 然後週冠軍三個週冠軍合在一起的話 挑戰月冠軍 如果你得冠軍的話就是兩萬元 所以最高獎金是兩萬八千元 希望所有的同學們 就是找老師一起來參加 對 超級總動員王牌對決 在禮拜天下午五點鐘 一起鬥智鬥勇吧 好的 不要鎖定好不好 快點 臭老雷 臭老雷 周冠軍要用兒童節目 沒什麼意思嗎 臭熱鬧 好啦 大家趕快去報名拿獎金 是 謝謝 我們剛剛提到說台灣人愛臭熱鬧 其實外國人是不是也愛臭熱鬧 那外國人看台灣人覺得台灣人愛臭熱鬧嗎 他還先罵我們就對了 對 因為外國人就是這樣 對 來 我們來圈插一下好不好 覺得台灣人愛臭熱鬧的請舉圈 還好的請舉插 台灣人自己認為咧 超級愛臭熱鬧啊 真的很誇張 對啊 聽說有個節目 可以拿兩萬八千塊 大家都一直去啊 就是很愛臭熱鬧啊 連大人都想去這樣子 歡迎臭熱鬧 歡迎來 像我自己是很愛逛夜市的那種人 那夜市你真的很容易看到 那種愛臭熱鬧的 然後有一次 應該我最有印象的事情 就是我有一次去通話街逛夜市 什麼 他們家 蛤 通話街我的地盤啊 什麼啊 很東西啊 怎麼可以被擠成這個樣子啊 通話街 趙又婷是不是 嘿嘿 他通話街靠邊婷 對 然後我去逛夜市 然後就會想說 東買一點 西買一點 然後我就看到有一胎 覺得還不錯 因為就是有那個 這個我就是想要 當時要挑的就是這個東西 因為之前不是很流行嗎 嘿 就是連蓬頭 沒有沒有沒有震動 但是他那個 他可以把那個水壓 壓到很強 但是他不會浪費水 對 怎麼可能 而且他出來的水 是很綿密的 所以現在剩幾組 現在還有兩組 還有兩組喔 打電話到通話街 離場市 你一直笑耶 神經病喔 就是這種心態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去買蓮蓬頭 就在那邊挑啊 選啊 然後那時候 因為像這種賣蓮蓬頭的那種老闆 他們偶爾過一小陣子 就會開始叫賣 然後呢 我正在挑選 已經準備可能快要付錢的時候 老闆就開始稍微叫賣一下 來喔來喔 然後就說一組才150 今天限殺下價這個價錢這樣子 然後一聽到老闆吆火 就開始一直陸陸續續 陸陸續續 陸陸續續 人就來了 然後他們也就很像 我就像喪屍 妝比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這樣過來 然後我就站在攤子前 然後他們就會一直擠 一直擠 一直擠 一直要卡你位 卡到你面前這樣子 然後我本來要付錢 然後整個被他們卡走以後 他們就一定要處在攤位前 然後看看到底在賣什麼東西 然後看了老半天 聽了老半天 大概待了個30秒左右 他們自己會默默的 像裝備啊 走掉 就一定要看個 探個救急 對 而且一定要把門前全清空 然後把他的位子全部卡好 然後他陸陸續續起碼來了 8到10個人都是這樣 一直卡位 哪會卡進來這樣 我就覺得很傻眼啊 可是那個叫賣真的很好逛 對 台灣人是非常在湊熱鬧的 為什麼呢 他們是 你們是一直準備一個 就是有一個心理準備 所以是說不管在什麼場地 都可以隨時一臥風的去 就是跟著嗨 只要有一個吵鬧的 一個嗨的一個氣氛 你們就跑過去 對 我以前在那個幾個月前嘛 在一個尾牙 我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尾牙 是那種場地超大的 然後很多桌的那種 很多人的 但是氣氛有一點無聊 那我就坐在那邊 氣氛有一點無聊 有一點無聊 但是我坐在那邊吃東西 我隔壁的兩座都是 剛好是一群美女嘛 那我最近剛好也是有一點人氣 那他們開始 不好意思 你剛剛說 我最近剛好有一點人氣是不是 通話接理一掌 你聽得下去嗎 你可不可以講回你的故事就好 對 故事就好 不要扯東扯西扯了半個小時 好 重點 他們開始轉頭 開始指指點點我嘛 那我說 你說他們是真的這樣子 確定是粉絲啊 真的啦 他們 每過多久 他們就站起來過來說 你是佩德羅嘛 對 就是我 那你欠我的五百塊 什麼時候要還嗎 沒有 沒有 他們說 可不可以喝酒 我就是我們很喜歡你啊 你好帥 你好好笑 對 那我就很親民的一個藝人 我就站起來了 她的故事有講到重點嗎 沒有 有 沒有 聽了半個小時 還沒聽到重點 真的 真的有重點 我站起來了 開始喝酒嘛 那一開始是十幾個人 但是他們就說那個 你是不是真的有那個 古希拉深雕般的完美身材 有人問這個 有 真的有 你根本自己Q自己吧 你根本在推銷自己嘛 沒有 你還在推銷我們節目先啊 他們問了 然後我就沒辦法 我就露那個石雕般的腹肌 他們就開始尖叫 人家聽到那個尖叫 就開始大家好像幾十個人跑過來 然後連那個主持人拿麥 開始就Q那些人排隊跟我合照 然後叫我把那個女生看起來啊 把那個女生抱起來啊那種 一個一個拍照就是排隊 這是什麼桃子啊 辛苦了 辛苦了 好可愛 所以跟你合照可以被你扛起來 跟抱起來喔 可以 上 來啊 來來來來 中希臉 可以吧 可以的 真的嗎 真的假的 可以可以 你把它抱起來啊 我沒有穿安全褲喔 也好 小心喔 也好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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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的partner啊 哇 好強喔 哇 小娘哥換你 史上小娘哥 怎麼會是換他 小娘哥 我 有點老配 不要容易受傷 史上第一位 他真的好輕鬆耶 看起來好輕鬆喔 連那個鍾心靈的老公 都沒有把他抱起來過 我結婚的時候 新娘抱住我抱我老公 很輕很輕 佩德如你的力氣真的很大耶 好強喔 他很輕啊 你應該 他很輕 那鍾力可以嗎 也 這個 下次可以 也 這個 太過分了 我們那時候是去出國的時候 就到巴黎島去拍外景 然後我們其實走在路上的時候 就看到很多很多人圍在那裡 那你知道攝影隊見烈心情 就想說哇 那麼多人湊在那裡一定有問題 一定要拍 我們就走過去 走過去發現 那婚禮就很熱鬧 而且巴黎島婚禮很有趣 就是所有的人都聚在那裡 所有的鄰居都來 然後很妙 所以他們的新郎跟新娘 就坐在一個土堆旁邊 然後土堆是四方形 然後有個祭司在中間 其實我覺得滿妙 然後祭司就拿一盆水 他們說是早上去山裡頭 然後那個山泉水 然後就從那個新郎跟新娘的腳這邊 從頭開始然後流下來 然後把最後剩下的水捧起來 然後把它喝掉 喝掉 然後我自己都傻眼 然後就是新郎新娘都想 我想說這個儀式也太奇怪了吧 但是我們就覺得 因為你知道外景隊就很愛這種東西 然後我們就覺得 好有趣拍到這種東西 然後這隔天我們又走在路上 又看到一堆人在巷子前面想說 又是熱鬧的 我們走過去就看到一個很高很高 那真的是假馬 就是模型馬那一種 然後而且很漂亮 顏色很漂亮 就是藍色 黃色 紅色 我想說這個好酷喔 這燈籠也太High了這樣子 然後一走進去發現 然後葬禮我們也是拍啊 可是你知道那個馬是幹嘛嗎 那個馬很高很高 他中間有個肚子 就是如果說那個往生者 全部儀式辦好之後 他就把那個往生者 推到那個肚子裡頭 然後一起跟著那個馬馬 就會帶他飛飛飛飛 真的假的 怎麼飛 就是假裝 就是那個靈魂 儀式 儀式 我以為真的要裝屍體進去 沒有沒有 可是他是真的把那個屍體 推到馬的肚子裡 真的喔 我是以為他推進去之後 整個一起燒掉 對 一起燒掉 然後我就想說 看到那個婚喪喜盡 真的很妙 就是結婚你就算了 看到喪你 我就覺得有點怪怪 對 你們還是拍了 我們還是拍了 對 所以開場 我還錯了吧 因為台灣人真的很愛看美女 那如果她長得很像小鎮 小鎮街 我可以接的話 我什麼了 不是你 你帶長髮可以看嗎 也是 但是我 因為我常常碰到這個問題 我都一直都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住在南港嘛 然後我常常猖魂裡 是在那個內湖 沒有電話 或是電話什麼的 然後就是平常從我家開車到那邊 要十分鐘到十五分鐘 所以我都是抓差不多這個時間 而且我去上班的時候都是大家 不是上下班時間 我差不多四點半出門就可以了 我覺得五點就可以到 非常的安全 但是又一次我開車 開到那邊 然後我就是快到一半 差不多一半 就是開始塞車 然後車都沒有在動 我想說到底是發生什麼問題 有可能是前面有車禍 然後我想說沒關係 應該不會很久 然後就開拍 我塞車了 塞了一個多小時耶 我們是五點要到場 開始試音 我想說已經來不及五點 五點十五分 還塞車 就是旁邊有一些美女在拍 一個外景節目 那想說大家停下來看這個 拍外景節目什麼意思啊 但是你有看到是外景節目 跟一群美女 代表你也有停下來啊 很好 你也在看啊 我 那你也偷了呢 沒有 不是這樣 因為我就是車就開得很慢 我們就沒有在動 然後想說大家在幹嘛 然後後來我自己也要看啊 因為就是車沒有在動啊 然後稍微看一下 好無聊 你們台灣人有這麼險嗎 開車的時候不要停下來好嗎 人家趕時間耶 如果今天你不是趕著要去唱歌的話 你會不會停下來看 啊 我會先找個停車位 那時候去 然後把手機拿出來拍一下 這樣回比較好吧 好了 我覺得出外景常常會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 尤其東南亞的人真的很熱情 我們那時候到柬埔寨 其實是一個 柬埔寨算是比較那個鄉下的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他們是沒有電視的 我們上到那個地方去 唯一在我們的車 是那個村子裡頭的唯一的一台車 所以他們那個家裡頭都沒有電視 但我們去到一個地方 都大概攝影棚的一半大 然後排了大約一兩百個塑膠的小朋友的那種椅子 然後前面就是一台電視 就是如果你要看電視 你可以到這個商店裡頭 然後給他 所以我們到時候覺得好有趣喔 結果他們家裡沒有電視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開始拍 拍了所有的 本來其實裡頭就有一兩個人 然後所有的村子的人都來了 然後因為我們在拍嘛 然後大家就湊熱鬧 然後坐滿了所有的那個 看電視的那個椅子 然後我們就覺得好熱鬧 我們就在拍 拍完之後那個老闆娘就出來了 老闆娘就跟我們要錢 那我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們拍 把所有的人都叫過來 所有的人這個看電視都要錢 而且他說你們外警隊要給我們錢 而且他真的要很多錢 那時候合算台幣 大概十幾二十萬的 那麼多的錢 來這麼多人 真的 看到電視就要錢 不是 他就是那麼多人之外 他就覺得你拍東西要給我錢 我覺得應該有人教他 就說要跟外警隊收錢 然後我想說這裡太多錢了吧 然後到最後我們就說那你叫警察來啊 然後他們就摸摸鼻子就算了 可是我就覺得哇塞 真的很愛湊熱鬧 而且有攝影機一架 所有的人都會跑過來 好像真的是 對 然後因為攝影機再加上美女 就很多人湊過來了 下一位 謝謝 謝謝 他剛剛手是有點湊 謝謝 他剛剛手是 怎麼了 加美女 美女 我們還是把鏡頭放在台灣人上 因為真的是台灣人最愛湊熱鬧 沒有…等一下喔阿龍 這樣講不公平喔 為什麼 他剛剛講的是攝影機耶 攝影機一架上難道老外不會湊熱鬧嗎 如果看到攝影機的話 看到攝影機啊 對啊 尤其是佩德洛這種都想紅 然後人氣王都直接跑進去脫衣服啊 對 你們不會嗎 你們如果看到路邊那個架燈 好像疑似拍戲還是什麼的 或是有人那個機器啊 其實會啊 像我想說回去加拿大 他們在拍Deadpool 2 在那個溫哥華 你知道嗎 我從Stanley Park坐公車到Downtown 本來這是四分鐘 一個小時 因為那麼多人其實 雖然看不到什麼 其實你去那個邊緣 只看得到車子 只看得到一大堆東西 但是看不到人 真的是 對 看到攝影機 知道有人在錄影機 這P2很值得去看 對啊 這個我也會去湊 對啊 一定會台灣人 對啊 但現在我就覺得 湊熱鬧的狀態 就變得越來越嚴重 因為現在是科技發達 然後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手機 這個東西 上傳到網路上 或許就會被新聞抓到 然後後來還有人模仿 就有像那個 以前你們記得嗎 那個 不要碰我肩膀 對 不要碰我肩膀 原來就是一個小衝突 有人在火車上 火車那個 對 你在那個 烏格站給我下車那種 然後其實 那個很快就有上新聞 然後有那個網紅在模仿 就一大堆人在看 然後其實我都不知道 有這件事情一開始 當我去摟著我女朋友 他就說 不要碰我肩膀 然後一直笑 我說 你到底在說什麼 不要碰我肩膀 我說 你在說什麼 然後他終於 他就去叫你不要碰他肩膀 你出外景 你出外景 有覺得我們愛錯人嗎 其實我出外景那麼多年 我有一個景象 我這 此生永遠忘不了的 我有一次到那個 左營去露營 你知道左營那個地方 市區就很市區 那個郊區就非常郊區 那我們要去拍一家那個水餃店 那水餃店呢 它就是那個老伯伯 老兵他們開的那種 哇 它非常非常好吃 那你知道嗎 荒 那個什麼 那個 方圓百里什麼都沒有 就一家水餃店而已 然後大家都在那邊吃水餃 然後我們吃... 你知道嗎 外景的時候就是 人家要拍成品的時候 我們主持人就要旁邊等 對不對 等他們拍成品 那可是你知道嗎 你會聽到說 那個店外面很吵很吵很吵 感覺吵到 好像有人在吵架一樣 你知道嗎 然後就聽到很多腳步聲 然後那時候我就跑出去看 那我出去看的時候 我就看到說 有兩... 一對夫妻在吵架 一個外甥老奶奶 跟一個外甥老伯伯在吵架 然後你們在吵什麼 我就聽不太懂 那個香音很重 講... 哇 突然就有一個吐口水 你知道嗎 那個... 那個男的對那個女的吐... 這樣吐口水 一吐下去的時候 你知道 因為那邊都是眷村嘛 然後大家都很熟 然後開始喔 就開始各擁其組了 那個男生這邊 就有一群人是支持男生的 女生這邊就有一群人支持女生的 然後那個男生一吐過去之後 那女的也吐過來 這樣... 這樣一吐過來 一吐過來你會發現說 哇 她那個... 她的那個粉絲... 她旁邊那些 支持者 他們會這樣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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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再吐過去 哇... 然後吐... 哇... 那時候... 我就覺得... 哇天啊 這老一輩他們的溝通的方式很奇妙 然後呢 那邊的... 那邊村落的人也很奇妙 就是各...各勇其組 就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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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他們吵一吵之後 還會叫旁邊的人評理 然後旁邊的人... 旁邊的人還真的會這樣 我就... 那什麼事啊 都好笑啊 然後那時候錄到一半 我就趕快走 因為... 他吐最後是連... 連那個粉絲一起吐 你知道嗎 可能... 一次這個男生吐的時候 男...男生準備要這樣 旁邊就一直吐了 你知道嗎 然後那時候我錄到一半 趕快跑好了 然後趕快躲到裡面去 因為再不走就淹水了 對... 他就會被吐到 以前住南京東的五段 然後有一次 大概十幾二... 二三十年前有個浮遠街爆炸案 然後那時候就是在我們家 是聽得到那個砰的聲音 然後就沒有電 也是砰米湯 一聲音 然後我爸喔 超誇張 我爸那時候就... 那個... 帶我大哥跟二哥 然後就坐上車 開車到浮遠街那邊 去看到底是真回事 開車過去看 你們家怎麼都這麼愛湊人啊 真的很愛湊人 然後我那時候也想說 坐公車就好了嘛 那麼近 你是要多省 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家 全家人都真的很愛湊人啊 那我講一個好不好 因為我的大伯他們家 住在土城看守所 你們知道槍壁都在那個地方 對 你知道嗎 你說土城看守所 你只要有什麼新聞出來有沒有 比如說什麼法務部什麼 又簽什麼公文之後 我跟你講隔天凌晨有沒有 外面就站一堆人 關心的民眾 關心是不是真的有開槍 蛤 蛤 真的等槍聲嗎 真的... 真的... 就是有一群眾人耶 很妙 然後你知道嗎 就是那附近的住家的頂樓有沒有 他們門是不能關的 因為很多人要站 要跑上去看 看下去 對 真的 好變態喔 自己還找制高點 對 就是很臭熱鬧 台灣人真的 這太臭熱鬧了 台灣人還有 還有在一個地方臭熱鬧 就是球賽的時候 像我好幾年前去那個 酒吧跟德國朋友一起 世界杯 對 世界杯沒錯 我們看足球的 我跟德國朋友一起去 德國朋友... 德國隊對那個 阿根丁隊 然後那個比賽很刺激什麼的 然後每次有很... 很危險的情況的時候 我跟德國朋友 哇 這樣子 那我... 其實我們酒吧裡面 大部分人是台灣人 他們反而較的比我們 德國人 或是阿根丁人還大聲 這壁組還是大聲 啊... 哇耶... 我就... 冷靜一下好不好 然後我想說 哇 那你們 為什麼支持德國隊 啊 我很喜歡德國 然後有人是支持阿根丁隊 為什麼支持阿根丁隊 啊 我覺得他們的秋葉很好看 什麼的 秋葉很好看 秋葉很好看 秋葉 或是... 或是... 或是有人說 沒有 我的朋友說 那個球隊很好看 我就支持 就他們的理由很瞎 然後最後德國球隊贏了 然後我們就很開心 那我發現 下一次那個世界杯的時候 突然大家支持德國隊 就是台灣是那種 標準的 BANDWAGON FAN 是那個... 對... 是耶 哪一個球隊好 就支持哪一個球隊 所以從那一次... 什麼... 就是完全沒有裝成啊 像我... 我... 比方說我NBA好了 我支持比方說熱火隊 那... 但是我發現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很多人都支持那個... 熱火隊 不是熱火隊 對不對 那個...鳳凰 那個鳳凰隊 Phoenix Sons 怎麼可能 我們可以... 沒有喔 沒有... 那時候因為... 那邊的人都那麼爛 不是 沒有... 真的很好 我們球隊很爛而已 真的 十二年前我跟你講 Steve Nash打的時候 鳳凰隊那時候很紅 大家都支持那個 後來變成他們輸了 大家換成那個CELTICS的球迷 因為CELTICS就是那個 Kevin Garnett什麼 其他的 在他們輸了之後 大家變成... 那個湖人的球迷 他們輸了之後 大家變成熱火的粉絲 對... 對... 要變成熱火 我想說 為什麼一直換來換去 拉幫劍士走了之後呢 對... 就沒有人要比熱火了 現在每一個人都支持 對... 可以... 只有我始終如一 我支持的都是 勇士隊 大頭啦你 我才不相信 最好咧 勇士這幾年才起來的 你在... 對...真的很誇張 然後... 現在跟大家宣布 我從去年就開始支持七六人 所以他們明年打得好 不要說我是搶頭槽 我最年... 對...你也變來變去的啊 我是因為... 他自己也變來變去的 所以自己也變來變去的 沒有... 七六人墊底的時候 你有支持他嗎 我是因為... Joel MB 是我最喜歡的球員 MB...沒有MB 你有支持七六人嗎你 對... 你不可以摔啊 而且看足球 我們支持德國隊怎麼了 是可以支持 可是我不相信 如果球隊輸了 你們就不會換 而且如果... 明年... 今年是巴西隊好了 他就... 巴西... 當然... 因為這些都不干我們的事 我們只是去喝米酒 叫一叫 對... 我是看顏值 然後才會支持哪一種 真的啊 你知道這酒吧 有多少那一種 耶 啊誰進球 沒有... 對啊 有人進球就好了啊 開心 德國是什麼顏色 對啊 我們只是為了那顆球 有進到網子而開心 對... 哪一隊貼進去 我們熱情 不重要的 對... 你只要答得好 我們都是粉絲好不好 對... 但我們台灣人承認啊 真的就是愛抽熱鬧 台灣人愛抽熱鬧的故事 可以真的講很多 是 對不對 但這也就是我們台灣的熱情啊 怎麼樣 難道你們這些國... 你們國家人都不愛抽熱鬧 剛剛少俠將那個世界盃嘛 台灣也有 台灣也有一個世界盃 對... 就是... 住在台灣的外國人 就建立一個足球隊嘛 然後就舉辦一個那個 就是足球的世界盃 哇... 但是問題是西班牙的 就... 台灣的西班牙人不多 那我們本來會踢足球的只有五六個 就是不足以建立一個隊嘛 而且我們聽到也是要辦一些手續什麼 很麻煩啊 而且天氣很熱 我們覺得要下功夫的就... 不值得... 湊熱鬧 西班牙人真的很會湊熱鬧 而且不只是踢足球而已 你知道嗎 其實西班牙人也是唱歌也會湊熱鬧嘛 喔耶 喂 我們公司威亞 對 我們公司威亞 我們就去那個KTV嘛 我們有一個西班牙人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 然後他就是一直唱 一直唱 唱到人家就想要曬耳朵 而且... 好像上個禮拜也有拍一個KTV一季 然後也有一個西班牙人來 唱得很難聽是不是 欸 像說今夏天的熱 穿越條幸福的河 那是因為我那時候 我還沒有聽過自己的聲音 我現在也有聽過 你終於聽到 對 除非是Dragon Ball Dragon Ball你可以 但其他的好像就是在湊熱鬧 我聽到自己的不會再發聲的 很可愛啊 回到我的故事一下 那個... 後來這個世界盃嘛 我們看到是那個活動 有一堆就是美女在鼓勵選手 然後大家在那個... 就比賽的空檔 大家都放音樂 有一個Party 關鍵詞就是這個 Fie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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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聽到這個關鍵詞 就一定會參加 那現在就冒出來二十幾個西班牙人 都加入這個隊 就是為了要Party 對 那德國人還是... 就是德國 美國人超級要抽熱鬧 對啊 你還說美國人愛抽熱鬧 對 尤其是討論一些政治話題 我覺得他們到底沒有了解自己在抗議什麼 然後我就考驗我的美國朋友 我就拿一些他們喜歡的人的引用給他們看 我說那個是另外一個他們反對的人講的話 我給他們看 你覺得那個怎麼樣 對啊對啊 那個就是... 那個... 沒有那個是我喜歡的話什麼的 但是他們反對那個人 我後來才說 那個是你們反對的那個人 他們就... 反正我就是不喜歡他 那我再給他們看他們支持的人他講的話 對啊 那個很討厭的 不喜歡 我說那個是你支持的那個人 我不管 我就是支持 隨波逐流 但是我跟你說 其實美國人沒有那麼傻 我們很聰明 我們... 我們愛抽熱鬧的方式是有一點不一樣 OK 台灣就是隨時都可以看到一大堆的人都是跟著去 但是美國沒有 我們是永遠有計畫的人 你會先把旁邊的人送去 然後等到沒有危險再去 你們再去 也可以這樣子 但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像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在美國我們平常就是至少 一個禮拜有兩...兩三次人家會打架 是嗎 但是如果你在學校裡面打架 被老師抓到 你可能就是被踢出去了 可能沒辦法來念書之類的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這樣子 所以我們都很聰明 我們都是越好一個時間 例如說 第二節課 下課了之後 我們越在那個球場後面 這兩個人要打架 是不是 那大家就是想去看的人 就是可以去看 沒興趣的人 就不要去看 這樣子就好 那就是永遠有一些很聰明的黑人 他可能在旁邊就說 你覺得誰會贏 我們來賭個錢啊 我們來賭個五塊這樣子 賺錢 那都是因為就是有一些黑人 他們從小到大就是一直在想辦法 賺錢這個方式 那就是說 不然我在這邊 我送你五塊 我送這個人五塊 然後就說 你覺得誰會贏啊 然後就開始做一些比例 兩邊收 對 兩邊都在收 好聰明喔 對啊 我就跟你說 我小時候也很聰明 就是一直照這個方式來做 你就是在講你的故事啊 不是嗎 就是要講我的故事啊 你從小當主頭嘛 對 不是這樣 我很認真的想辦法賺錢 而且特別是這些 比較 傻的白人的錢耶 可是如果 可是如果你兩邊都收完之後 他們兩個在下課前和解了 怎麼辦 這是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旁邊永遠會有人就說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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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都一直把你的氣氛 打他 那還不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其實面子已經撐上來了 對 我們進越好 因為杜力還在後面推 對 然後就褲子一直推 然後就賠錢 然後就賠 但是有一次 因為那時候我就是 剛開始學嘛 然後就是賭了一個人 因為那個白人就是很高大 也是我們球隊的一個人 然後肌肉就是 跟什麼一樣大 然後我就覺得 哇 他一定會贏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是一個 小小埃子的一個 美國的摩西哥人 然後他說 這個摩西哥人 他輸定了 完蛋了 完蛋了 然後就開始賭 然後就開始走個五塊 五塊 五塊 一直走 然後就說 然後就說 這個摩西哥人很會打 我說怎麼可能 這個白人比我還高大 然後又是抽隊的 很有名 他一定會輸 結果那個摩西哥人 一拳手 BOOM 那個 那個白人 就KO了 摩西哥人 又是抽隊的 就是很矮 就是很矮 比裴的裸還矮 那真的很矮 那真的很矮 可是我跟你講 有點高低 嬌小的人 身手比較快 很快 然後就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白人很高 就是好像是那個摩西哥人 是從這邊這麼低 跳上去這樣子打他 然後那個白人就 就掉了 我那一天 我那一天 輸了一百二十五塊 沒獎勵 對 高中社區一百二十五塊 虧搭 沒獎勵 超級難過 虧搭 他輸一百二十五 他收了多少人 北國人真的很愛抽人 有沒有聽詠賢跟那個 那個 艾莉克斯 艾莉克斯跟詠賢 在校園裡面求婚 對 然後求婚之後 旁邊就圍一群人 女生就說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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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男生在旁邊說 Don't do it 對 Don't do it 愛臭熱鬧 關他們屁事啊 美國人真的非常愛臭熱鬧 而且我發現 美國人很愛亂入 就是像你剛剛那樣子講 因為之前我有個女生朋友 然後她也是去美國玩 然後呢她當然到一些各大景點 她就會想說來拍一拍 錄影 然後甚至直播 然後想說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環境 比如說我現在來到L.A的那個 中國戲院啊等等 或是那個星光大道什麼的 然後呢 她就有一次在那邊錄影錄影 然後想要直播的時候 後面就來了大概三個 就美國人 然後他們一進來就會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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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up 然後還會在那邊 因為看你是東方人 所以他們就會硬講出一些 她自認為她知道的東方語言 然後比如說 你好我是誰 然後比如說 你好 然後 講完了 然後就走了 因為她就覺得你是東方人 但她也搞不清楚你是哪裡人 然後她就會亂講幾句 又又又又完了就走 然後這真的很傻眼啊 亂入 美國人 亂入 對 真的很愛 有時候拍照拍一拍後面 真的都會有美國人在那邊 對 完全同意 沒有這個叫做photo bar嘛 你就是要走 想辦法就是入進那個鏡頭啊 幹嘛要入 不想要你入啊 對啊 你明明就是很喜歡 你不覺得很好玩嗎 沒有她就覺得很傻眼 就很想把它剪掉啊 怎麼可能 突然間有一個黑人出現 就是很可愛 就這樣 你喜歡你 我也是很喜歡吧 你如果做這動作 我偷打你 什麼 不適合你 好了 嘴巴不要放屁 沒錯 就是美國人 最愛亂入任何的活動 然後 你知道亂入 湊熱鬧 然後那個 以後那個什麼 後悔莫及 就是美國人 而且我是有查資料的 那個 你們知道西班牙的奔牛姐嗎 嗯 就是 全世界都知道的一個活動 對 每年 受傷亂入 美國人 哈哈哈哈 我參加過五年了 連續五年 我都不敢參加 因為那個 就是去玩嘛 但是那個奔牛 被那個鬥牛追的時候 那個是很危險的 其實很危險的 對 那個真的很危險 而且也是 還曾經有人真的 就腸子被撈出來 對 被鬥死 而且要了解那個路程啊 要知道那個 怎麼跑 體力好 然後要知道那個 周邊的木頭 那個柵欄怎麼運用 而且你退那麼小 你已經跑得很慢 我跑得超快 我是天性的 我是準備很久了 我是有 準備我的體力 我是去了解人格 喔 你有去參加喔 有一次 我參加五年 但是我跑了一次而已 準備得很好 啊參加一次 住院半年嘛 差一點 因為為什麼 因為有美國人 那我參加的時候 有一群那個西班牙人 都準備得很好 都是壯業的 會做那種茶季 跳那個鬥牛 喔 Parkour那種 喔 跳來跳去的 但是又上個胖子 警罰美國人喝醉 亂入的 然後他們 警察又規定說 你們喝醉的人 不可以參加嗎 不可以 但是美國人會的西班牙文 只有這兩個字 Cerveza Fiesta 不錯 那警察去跟他們溝通嘛 你們 你們又喝酒 你們不可以參加 他們就說 Cerveza Fiesta 好 隨便你們 那警察 好體貼的警察 每一年也是有美國人被刺 被鬥牛刺了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有一個國家的人 他也很愛 有嗎 日本有嗎 日本沒有愛錯人嗎 日本人還好啊 日本人愛排隊 我不知道是 這些人 或是我身邊的日本人的 朋友的問題 可能是這個問題 因為就是 不管是孟多 或是我們的永泰 他們都一模一樣 我每次去什麼酒吧 他們就開始亂跳 然後就是大家 就是開始喝酒的時候 就是飲料 就是跟著他們喝 什麼的 是真的 然後就是會把大家 或是開始脫衣服的時候 什麼的 可以做一些亂動啊 就是為了 就是要吸引人家的注意 對啊 我覺得他們超級無聊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是 我跟永泰 跟幾個朋友 我們去了一個Bar 然後我們在那個Bar裡面 然後有一些人 在就是隨便跳舞 然後就是這個人 就是為了要參加他們 也是跟著他們跳舞 然後覺得超級好笑 永泰會跳舞 他不會跳舞 問題是 但是為了抽熱鬧 就是跟著他們一起跳舞 我要看 我要看 有影片喔 他說 坐衣服耶 看 很緊張 很緊張 破衣服耶 很緊張 沒有 這其實是他身上有蟲 你們都有嗎 其實我也覺得 日本人很愛錯熱鬧喔 因為我有一次走在路上的時候 在日本 看到一大堆人 一直往香港 然後拿著手機拍照 然後我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但是我很自然地過去那邊 然後跟他們一起開始拍照 然後把那個螢幕放在的時候 才發現有一個人 站在大樓的上面 想要跳樓 你看日本人這麼奇怪 這麼變態的戲劇 在哪裡 也會錯落那種在東京的一個 Scrumb 那個戲劇入口的那邊 對 這個其實是我們的有點錯誤 其實有太過關的錯誤 所以之前那個狀況就是 有一次就是我們節目 第一次出外景 然後我還開玩笑說 如果節目收視很好的話 我就去那裡跳脫衣舞 然後四面房旁邊 他們還後製寫歌 真是一個天大的玩笑 四面房寫說 千萬不要 結果過沒多久之後 我們外景 四面房跟妳講不要 沒有...後製 後製寫說千萬不要 四面房爬起來說 妳很燙喔 很燙喔 然後結果過沒多久 我們節目收視就第一名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先去還院好了 所以我就自己去還院 然後自己去還院的時候 我那時候沒有注意 我自己也沒有先查清楚 我就在外面的小販裡頭買東西 我沒有進到廟裡頭買 結果外面小販就很好 他說沒關係 我跟你一起進去 就有一個人像是那個... 像是庸人一樣跟著我 然後幫我捧花捧什麼之類的 然後全部四面辦完之後咧 然後我說多少錢 他說妳先出來再說 然後我想說多少錢 然後出來之後到外面 他就跟我說 不... 然後我想說怎麼回事 我說六百 他說沒有 只有那個花 四個花 然後有一點點那個... 就有點像金銅玉銀那樣的小人 然後有一點那個金箔這樣子 總共花了我六千塊的泰銖 六千塊 然後那時候覺得 好 我花錢就算了 因為那時候是 所有三四攤一起圍上來 我覺得好 那就算 我就給他錢 可是之後咧 再出外景我們就到那裡 我就想說要跟台灣人講說 要小心 可是我必須說 我這樣子有點不禮貌 所以我就到那個外面的那個... 賣花的地方 然後就用台語 我想說他們聽不懂 所以就說 你怕我來的時候 要來這裡 我給我騙錢的 他們說這樣 我想說六百塊 他們說沒有 是六千塊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 就是... 很多泰國人就... 然後想說 應該就是看到攝影機 而且是圍很多人 圍到人家以為 我們這邊在拜四面佛這樣子 然後殊不知我們在錄影 然後結果最後咧 有一個人聽得懂花 聽得懂閩南花 所以他就跟裡頭的花 那個賣花的小販說 他在講什麼壞話 所以那個狀況是 那個賣花的小販 直接把他的礦泉水打開 破攝影機 然後攝影師嚇死 他說你在幹嘛 然後結果那個他說 你講我們 你說... 你講我們聽不懂 他們講... 他們有很多是華人 很多會講台語的 其實我... 必須說是我自己不禮貌 那他講台語還騙你六千 那是怎樣 沒有,那時候... 那時候是之前我自己被騙的 可是這個是攝影隊 整個一起去的 然後最後狀況是他們說 那你們把袋子洗掉 我們的攝影師 因為也是從鬧著地球跑到... 現在就是以前也是很有經驗 所以他就先往後面跑 跑到這種往前面倒 所以倒倒的是黑畫面 就是他說 給你看 給你看 我們已經洗掉 然後他們就說不行 你們要把整個袋子給我們 就是製作人說 然後其實他們自己也有點害怕 所以我覺得叫警察來還滿有趣 他說那叫警察來 然後最後他們就說好 那有看到黑畫面 他們最後就... 因為他自己先上司選手 對啊 六千塊 警察來就六千塊跟他講了 他就完了 其實是我覺得有點被騙 可是我覺得我也不禮貌 可是我平時說 叫警察來也還滿有效的 對 對 對於這種小攤販 對 出門在外是要小心 市集 市長,你認為哪裡的人 最愛醜人 我是覺得我們自己 對 因為你知道嗎 是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他那個限速是130 但是最快的 可是我們有 限速130 對 但是我們也有最低的 就是至少要開80 如果你開80以下 會被罰錢 那就...就不好 有時候 我就在開車 然後我那個 大家都是開130 然後我突然慢慢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80 70 60 然後我就直接在想 OK,是出車禍 OK,好吧 那就慢慢等 慢慢等 可是他不是... 他不是會停止 但是一直一直往前 一直往前 然後我們這樣子 已經五六分鐘 我都是這樣 慢慢開60 60 後來 我看到 不是我這邊 是另外一邊 有一個卡車出車禍 哦 對 他自己會出去 所以大家 大家都慢慢跟著看 大家都跟著看 然後到了換了我的時候 我也... 那你如果等那麼久到最後 就是要看一下 我也慢慢... 對,都等那麼久 那就跟著看啊 這個因為這樣子 我都遲到了15分鐘 再上班 德國人也會這樣子 德國人如果高速公路發生車禍 就是大家會變得比較慢 因為大家要看一下 而且德國有一個特別的情況 是我們法律要求我們去幫忙 朋友之前遇過一個事情 他是看到了一個車禍 然後他就停下來 然後把手機拿出來 把整個東西錄影 他就是站在那邊錄影而已 他沒有幫忙 然後警察來的時候 就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的朋友就跟他看 啊...你看啊 我很得意啊 我有錄影片 你們可以看 被警察罵慘了 因為警察說 你站在這邊錄影的話 都不幫忙的話 我們可能要罰你們了 罰你 這樣會嗎 真的還假的 很嚴重 多少錢... 德國是這樣子 只看不幫忙的話 可能要發七百到... 七百台幣到大概三萬台幣左右 怎麼差那麼多 就要看... 看嚴重線 看警察的心情啊 對...看... 對...看... 看那個車禍有沒有嚴重 中國人有心情喔 對... 然後但是最... 他做的事情最誇張就是 如果你拍攝 然後不幫忙 可能要坐牢甚至兩年 可是我拍攝 我拍攝是把他們的整個過程拍下來 但是... 這樣也有幫助啊 他拍的不是... 車禍的發生 是車禍發生之後 他開始錄 那德國法律認為 這樣子會... 破壞他的... 見死不救 這個尊嚴 你只是想... 看著人家... 人家受傷 你看著爽 是... 想跟別人分享這個 對... 所以如果說是拍到那種 就是moment 就是撞到那個moment 是OK的 人倒在那邊 是不能去拍的 就對了 如果你拍了 你一定要幫忙 如果你只拍不幫忙的話 也不是... 其實我們義大利人就是... 隨時... 隨... Always罷工 我們就是罷工大帝國 然後... 最好玩的就是說 有一些人 可能那個... 罷工那裡的人 可能一次有一萬兩萬個人 然後... 可是真的知道在罷工什麼 可能只有一兩千個 然後其他的一萬八個都... 其他人都會這樣嗎 對... 因為那個我小時候當學生的時候 我們學生都會參加那個罷工 那我一輩子都是... 每次有罷工我都是睡到中午 但是我罷工的... 我那個抱怨的方式 我就是不去學校就這樣而已 謝謝 我以前在法國的時候留學高中 然後16歲的時候 但是因為我在私立高中 所以其實我們不准去參加抗議活動 公立的...公立的學校在法國 他們隨時都可以離開 然後...所以他們有跑來我們學校的門口 而且因為法國那種搞中有你想城堡的感覺 就是一個大門口 然後整個校園都是圍牆啊 就是石頭圍牆嘛 所以... 然後他們都是用法文就... Fan Effect No 跟我們一起來... 跟我們一起來... 然後我們就是... 我從來沒有看過 在加拿大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 我就覺得很興奮 就是很有精神 然後有一個人他爬那個路燈 跳過去我們的牆 然後我就爬... 來... 他像蝙蝠俠一樣 我就覺得超酷 然後他又跳了 然後就從那個路燈滑下去 我說喔酷 帥 那我就跟著他一起做 但是我不是蝙蝠俠 我就跳下去 然後腳往就扭上 然後... 然後也沒想到 後來一大堆人就跟著我一起去 發國同學就覺得... 他去我們就可以去啊 所以一大堆人就一個接一個 就跳牆 隔天校長叫我去辦公室 然後就是說 再參加抗議活動 你會被送回加拿大 喔... 那就是自己的事情跟你沒有關係 我就是湊熱鬧 對... 聽完你看全世界都愛湊熱鬧 對啦 可是好奇歸好奇 該幫忙還是要幫忙 真的 愛湊熱鬧還是要自己分辨 是好難壞的 對... 不然的話呢 那你就來看看超級總動員 耶... 謝謝 每個禮拜天的下午五點鐘 從六月三號開始 超級總動員王牌對決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是... 趕快要去辦公室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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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拜拜